这个国庆节发生一件特别荒诞的事 河南南洋从官方到民间 上上下下精心筹备高度重视的谜底音乐节 竟然在最后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营地失窃案 咱们知道今年不是各种各样的线下演唱会非常的火吗 为了提升城市的形象 河南南洋可以说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把2023年的中原谜底音乐节给张罗下来了 活动确实很给力 包括像崔剑许军在内的近100组音乐人登台演出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粉丝去参加 那面对这个宣传南洋形象的好机会 南洋真的是高度重视 市委书记和市长不光是亲自跑到火车站去接粉丝 还做了很多具体的安排 除了保障基本的交通住宿之外 还要求不准涨价 不准载客 执法管理的时候也要有温度 但是谁知道 百密一书 最后一天的时候 活动结束后 官方划定的露营区里面 居然发生了多起月迷财务被盗的情况 网友们发了很多的图 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 在活动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有老乡在围墙外面虎视眈眈了 有人说 上个厕所回来 帐篷就没了 有大爷大妈在现场翻东西 就算是被人抓包了的无所畏惧 甚至有网友说 连秋裤 连内衣内裤都被偷走了 可以说主办方是千算万算 但是没有算到当地的村民竟然如此热情 组委会在3号紧急回应了这个事 说深感痛心和遗憾 已经成立专案组了 正在全力侦破 不过呢 这个回应之后又被删除了 然后5号又重新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是这么说的 说这个事是有人煽动的 是有人造谣 说活动结束了需要清理现场 所以才导致附近的村民趁乱下手 还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证据了 发现有个别的组织机构 花钱买热搜 煽风点火 最主要的是 在这个声明的后面 用了这样的一些表述 结果呢 又引发了新一波的网友关注 今年呢 资博的烧烤是火出了圈 火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真诚是他们最大的必杀计 虽然说热度会消退啊 但是留下了宝贵的无形资产 这种口碑可以说是颇天的富贵了 有了这个成功案例之后呢 各个地方其实都想摸着资博过河 像南洋还专门组织了研讨会 可是这个结果却让原本想提升 城市口碑的南洋很难堪 甚至让原来就经常陷入到地狱黑的河南 都再次面临到了尴尬的境地 当然啦 这次的事情确实很荒诞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以偏概全 咱们也不能抹杀南洋各方面 为了这次的音乐节所做的努力 可是 现在对于南洋来讲 重点真的不应该是遮掩 而是应该及时公布处理事件的进度 一边是公布基金在拒亏 另一边却是基金公司欢欢喜喜的 狂收管理费 向着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到底还会持续多久呢 先看数据好了 最新的公布基金2023年的年报出来了 2023年公布基金整体的利润是 拒亏了4347.74亿 在这里面呢 债券类的基金是挺赚钱的 参与统计的5400多只债券基金 总共实现了2380多亿元的利润 而全一类的基金表现就挺难看的了 其中呢 7791只混合型基金 利润是负的5725.2亿元 而与此同时 2023年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有多少呢 总计1333.46亿 有35家公司的管理费收入超过10亿元 这一组亮丽的数据 很难不让基民们羡慕嫉妒恨 但是呢 要知道中国公布基金的生存根基 就是千千万万的基金持有人 遗憾的是去年基金巨亏 基民大多数都是赔钱的 一年又一年基金公司管理费的狂欢 唯独缺席了这些买基金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公布基金的收入 从来就不是和基民们的盈亏之间相关的 相反是 哪家基金公司的管理规模大 哪家基金公司的收入就高 而正是因为这样 越是在市场火热的时候呢 它越有利于基金的发行 所以就有不少号称专业理财的基金公司 丝毫不考虑到市场高点的风险 拼命发新基金 股票市场什么题材 什么概念火热 就发一些相关主题的新基金出来 目的就想让基民们多买一些 因为管理规模越大 基金公司收的管理费就越多 当然了 并不是说不应该收管理费 这个管理费该收还得收 其实呢 只要能够帮咱们挣到钱 管理费提高一倍都不多 但至少呢 得按照规范流程去投资决策和风险控制 总不能拿了管理费 还闭眼买入 或者是跟头吧 在监管层降费新规的指引下 公募基金最近这两年 收入确实是有所下降 但是呢 在过往的时代红利下 基金公司的日子太好过了 以至于有很多基金行业的人士 会把时代的红利 当成了自己的本事 如果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 在弱势下 也能帮基民们少亏钱 甚至是赚钱 这才是真本事呢 如果什么时候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收入 直接跟基民们的盈亏挂钩 我才会相信基金公司专业理财 以持有人利益为本的这句宣言 最后呢 对于关注基金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我们得牢记四点 第一 基金不是报复的工具 买基金能够跑赢通胀和银行利息 可以说就算是达到目标了 千万不要预期过高 第二 市场热什么 就越发需要保持冷静克制 甚至回避 第三 不要一把缩 可以分批买 定期定投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每个月拿一点 不影响家庭支出的钱出来 长期定投中长期业绩稳定的基金 大概率会有满意的回报 第四 不要盲目倾行 任何专家的推荐 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建议 当做一个参考 但是呢 时刻要保持独立思考 和判断的习惯 花点时间做研究 这才是对自己的钱负责嘛 苹果居然要停更抖音和微信 这两天 苹果被爆出说 正在为了苹果税的征收 加大力度在施压字节跟腾讯 苹果告知腾讯和抖音 必须无条件的接受30%的抽成 如果再发现有逃离链接 就将会无法再更新应用了 这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了 因为如果长时间不更新 那跟下架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了呀 苹果税一直被当做是流氓条款 咱们消费者任何的虚拟消费 什么充值打游戏呀 直播打赏什么的 都得被苹果抽走30% 假如说你充个648块钱 那么苹果从中能够白赚200块 所以开发者们就会想办法通过一些外部链接 去绕开苹果的这个抽成 那么随着消费者和开发者对苹果越来越不满 现在正面反抗也开始了 比如说像欧盟 就依据数字市场法案 可能会对苹果开出40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 通过博弈 在欧洲现在苹果税已经降到17%了 在美国本土 苹果税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是在我们国内呢 还是30%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对于最温柔的中国市场 苹果居然还主动出击了 说抖音和微信绕开了苹果税 它这么做的目的呢 很可能就是想要在小游戏和短剧的收入里面 分一杯羹吧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小游戏市场 正在快速的起飞 今年上半年的收入达到了166.03亿元 同比增长了60.5% 连续三年的高速增长 假以时日的话呢 这个小游戏或许也会成为一个千亿规模的巨大蛋糕 另外微短剧市场现在也是如火如荼啊 去年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58.6亿元了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就会有希望突破千亿元 那如果说苹果只要动动嘴皮子 就能拿走苹果端的这部分的30% 那不就又轻松的贡献了一大笔的业绩增长了吗 毕竟这两年苹果的业绩增长已经陷入到停滞了 虽然说最近这六个季度有所回暖 但还是无法突破 今年上半年最新的财报 苹果收入仅仅增长了0.79% 精力润增长了6.7% 而中国市场还是苹果在全球唯一一个销量下滑的地区 咱们大中华区的营收是147.28亿美元 同比下滑了6.5% 苹果手机的销量在7月份也跌出了销量榜的前五名 所以可以看到咱们中国的消费者 对于苹果的兴趣似乎正在下降 那么这么一来呢 理论上其实会导致苹果对于中华区的溢价权下降 苹果在这个时候不但不推出优惠措施 反而是想通过加收苹果税来弥补收入的下滑 恐怕这么做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反而是一种败好感的行为 可能会让更多的中国消费者放弃苹果 苹果可是过去10年的标志性公司 甚至都没有之一 超过3万亿美元的市值 接近50%的毛利率 这可是10年一次的重磅消息啊 资本市场的第三个国酒条来了 今天刚刚收盘 中国政坊就挂出一条重要的消息 这个呢是继2004年 2014年之后 第三次由国务院层面出台这种顶层设计的 纲领性文件 所以这文件里面到底说啥了呢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挑你们关心的那些内容 简单总结了7点 第一条是总领 这里面有几处新的提法 比如说必须始终建行金融未明的理念 你看这个关键词啊 金融未明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真的是提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了 像以往重融资轻投资的理念 没有生存空间了 第二点上市的标准要提高 不光是主板创业板 科创版科创属性的评价标准也要完善 这其实就是要求提高标准了 还要扩大对于再神企业的现场检查覆盖面 并且在上市的时候你们就要讲清楚 以后赚钱了计划怎么给股东分红啊 对于那些上市前把钱分光的公司 则要纳入到负面清单 还鼓励上市公司一年多次分红 春节前分红等到 引导上市公司重视市值 这个事主要应该针对的是国企 另外还引导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并且注销 这个事说白了就希望有更多的资金回到市场中来 第三点严格持续监管 其实以前上市公司都有读懂这个职位 但这个职位简直就是形同虚设 现在要求读懂要切切实实的既读又懂 还有提到说对于减持的规则要进一步的完善 不同的股东有不同的锁定期 像大股东那肯定是要严管的 就如什么离婚式减持之类的绕道减持要重点盯房 违规减持的呢要责令买回来 而且还要上交差价 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偏少的这些铁公鸡 限制大股东减持不说还要被ST 第四点呢是要加大退市监管 该退市的就赶紧给我退掉 不同板块的退市标准要细化 财务类的退市标准要收紧 壳价值以后会被进一步的削减 以后借壳上市估计审批一定会很难 对于重大违法退市负有责任的大股东 实控人董建高都要连带赔偿 第五点金融机构也要加强监管了 特别提到要处理好功能性和盈利性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光顾着自己赚钱 还得考虑怎么给投资者赚钱 这么看来的话呢 似乎前两天传的公募券商行业年薪300万封顶 这个事情大概率有可能是真的呀 还有提到说要完善薪酬制度 坚决纠置拜金主义 急功近利 炫富等等的不良风气 券商的从业人员们以后赶紧管好自己的家属和朋友们 不要乱炫富了 真的会出事的 第六点要完善对于异常交易 操纵市场的监管标准 要加强对于高频量化交易的监管 严肃查处操纵市场恶意做空等等的违法违规行为 量化之类的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做 但是呢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野蛮生长了 想要做空 尤其是想要恶意做空的 自己考虑后果 第七点就是要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逐步的降低公募基金行业的综合费率 其实公募的管理费之前已经降过一波了 未来估计还要继续讲 对于险资 社保 企业年金 个人养老金 银行理财啊 信托资金等等 这些资金的入市 也都持有一个鼓励的态度 总之呢还是希望更多的钱进到市场中来 现在顶层设计已经出来了哈 那就看 又一个毫无底线的大案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私募基金老板加一个皮条客 三个人合谋 操纵股价割韭菜 这其中私募负责买买买 上市公司负责发利好 居建人负责拉皮条出主意 赚了钱之后呢 再合伙分赃 这一通操作下来 让他们成功赚到1.6个亿 可是重点在于 那个负责用来买买买的私募产品 都没有赚到钱 钱全部让这几个人的私人账户给挣了 好在最后这事也没有逃过监管的法眼 他们被墨一罚三 狠狠罚了6.6个亿 设施的上市公司叫静托股份 老板姓吴 私募基金叫君如资产 老板姓陈 那皮条客呢 是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 姓林 这个吴董跟林总呢 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 2017年的6月份 私募的陈总萌生了 帮静托股份管理市值的想法 他就找到了这个中间人林总 最终三个人达成了合作的意向 到了8月份行动正式开始了 私募陈总呢 先是发了多个产品 开始逐步买入静托股份 但这笔钱只是负责抬轿子的 真正的大资金 是上市公司的吴董 1比2佩兹搞了个信托 也交给陈总管理了 另外呢 这三个人还用了多个自然人账户跟着买 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就开始拉升了 首先呢 私募先是狂买股票 达到了5%的举牌线 期间上市公司打配合 不光发公司被举牌的公告 还有涉及到股票的回购啊 中标合同啊 被机构调研等等的利好消息 这还不够 吴董还主动联系了券商分析师 请他们就这些利好公告 血言报 吹捧公司 另外呢 陈总还安排了下属们 在古巴等等地方发帖 诱导一些散户投资者买入 在这样多方面的烈火添油之下 股价自然就起来了呀 2017年的10月6号到2019年的4月29号期间 净脱股份的股价涨了20% 而同时期的创业板指数 则是跌了20% 这一进一出 等于跑赢大盘40% 股价涨幅最猛的阶段 在2019年的2月到4月 这个期间 净脱股份最高的涨幅接近翻倍了 几个人一看达到目的了 就开始陆续的出货 整个操纵过程 他们赚了1.6个亿 但是 仔细看披露出来的公告 你就会发现 他们用来操纵股价的 那个私募产品是根本没有赚钱的 查阅几份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告出来 私募产品的买入成本 达到了每股16元 但卖出价格平均只有不到13元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三位老板操纵了股价 但是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 那个私募基金 最硬的利好 最大的噱头举牌者 居然都是亏钱的 而且呢 整个私募在这只股票上的持仓 才1.5亿元 那这就意味着监管认定的 1.65亿元的盈利 主要是这三个人的老鼠仓赚到的 大概率就是在 4月份的暴涨以后完成了出货 所以呢 我们看到后面股价很快就腰斩了 而那个用来举牌的私募 当了店后的炮灰 最后呢 证监会公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罚决定 没收盈利罚款三倍 一共是6.6个亿 报应来的挺爽 但是仔细想起来 难道不唏嘘吗 买这家公司股票的人 人家是看好公司的前景 可谁知道这家公司的老板 只想着怎么割散户的韭菜 买那家私募的人只是想赚点钱 结果却拿自己的钱帮人家抬了轿子 还有券商的分尸 也当了帮凶 说实话 搞到咱们谁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份盐报 是这种吹捧搞了 压根看不到底线在哪里 最后啊 这帮人一度是赚了1.65个亿 可是最终也就是竹篮打水 前辈没收不说 还得交5亿的罚款 而这1.65个亿 也全是散户们的血汗钱 却再也回不到散户的手中了 所以说不知道能否设计 这样的一种制度 干脆就把这种罚抹款 专项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用来在低迷的时候买股票 取之于股市 用之于股市 这个周末 整个美国都是人心惶惶的 因为呢 大家都担心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 会不会说没就没了 就在一天前 服务了美国科技行业40年的硅谷银行 居然在40个小时内就突然倒闭了 然后呢 现在很多的中小银行 已经在遭遇挤兑潮了 大家都担心这些中小银行 会不会都爆出跟硅谷银行差不多的雷 并且还有观点认为 硅谷银行的倒闭 简直就像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杀猪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首先啊 硅谷银行的高管 首席行政官约瑟夫·简特勒 竟然就是之前雷曼兄弟的首席财务官 15年前是雷曼兄弟破产 现如今的是硅谷银行关门 这位高管堪称是金融界的灭霸呀 打个响指就搞垮一家银行 其次呢 在倒闭前居然硅谷银行的高管们自己都纷纷提前把股票给卖了 他的CEO CFO还有CMO三个人 总共在高位卖了400万美元的股票 套现走人了 高管肯定最了解自己公司的情况嘛 那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内幕交易吗 还有啊 在五天前 硅谷银行刚刚获得了福布斯年度最佳银行的称号 这个奖据说就是买的 你说他现在连客户的钱都还不起了 居然还有钱去买奖 为啥呢 肯定就是希望能够在爆雷前尽量把盖子给误言试点呗 还有啊 硅谷银行在被接管前的几个小时 公司居然还把年终奖给发下去了 年终奖最多的肯定是他的高管团队嘛 果然是再苦也不能苦自己啊 这波操作跟08年金融危机时是一样的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质疑 说美国政府花纳税人几万亿美元 去救助了一群开着私人飞机的银行家 所以呢 总结一下这个事就是 这个硅谷银行的高管 之前有搞死公司的前科 然后爆雷钱居然还花钱买奖去打掩护 高管自己提前减持开溜了 并且在这个银行交出去之前 把年终奖给发下来了 这一通操作下来 你们就说溜不溜吧 感情倒霉的就只有老实人呐 所以到底这个事里的受害者都有谁呢 首先普通人的直接损失是不大的 因为硅谷银行的客户里 主要是科技型的企业 只有20%左右的是自然人 加上很多美国人是没有储蓄习惯的 而且只要你的储蓄金额在25万美元以下 是会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保证兑付的 但是那些创业企业们 还有背后的创投机构们 这波真的是亏马了 我刚刚说了嘛 就硅谷银行它专门就做这类企业生意的 他们的存款金额肯定是远远高于25万美元呢 那这回他们的存款被直接给清零了呀 所以呢 一些科技企业估计接下来发工资都会成问题 估计得倒一批 而他们的倒闭呢 也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投资人 创投机构们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现如今包括红杉在内的超过100家风投机构 已经发了联合声明 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出面再抢救一下 另外呢 它的倒闭对一些炒虚拟币的人也是一记重锤 因为币圈的主要平台 恰好也是硅谷银行的客户 像稳定币USDC的发行平台 就已经公开承认说 自己有8%的资产是存在了硅谷银行的 那像其他还没承认的 都不知道有多少呢 这个事跟咱们中国直接相关的 一个就是普发银行跟硅谷银行 核四成立了一家普发硅谷银行 虽然呢 这是子公司是独立运作的 但多少肯定会有点影响 另外呢 还有很多中国的创业企业 如果有去美国融资的 那大概率会中招 当然了 这里说的还都只是直接影响 间接受影响的就太多了 因为美国对这类中小银行 是有差异化的监管政策的 比如说对他们的准备金要求更低 那么在弱监管 以及低率率的环境下 中小银行们就会有更强的冲动 把客户的短期存款来配置 但这次呢 硅谷银行的倒闭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战券崩了 所以理论上 硅谷银行的并很可能 其他同类型的中小银行也会